还在管阳在这条街上吃了一个早餐 以后都起雾了 刚才早餐店老板他说来这旁边开房的话 也是就好像四五十五六十这样子吧 要不直接在这边开了就不去浙荣了 如果去浙荣开的话等会还收帐篷 收了以后那里就距离15公里 鞋个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又要搭帐篷 大了第二天才去开这是浪费时间了 还不如直接在这边开了 开了以后明天再去那边 住两天再去那边开盖油脱了 早上开完坐到第二天坐不住了 这温子好大 都起雾了 管阳镇这个宾馆 开个房间洗澡 阿姨很好啊 她说洗澡的话只收我十块钱 本来我问她住店多少钱呢 她说住店的话这个是五十块 五十块没有空调嘛 五十块其实也很实惠了 你看这个条件多好 对吧 然后我说我有大帐篷就是主要过来洗个澡 她说洗个澡的话 要不直接洗澡不要住 不要住 然后就收十块钱 然后再洗个衣服嘛 我跟她说洗衣服和洗澡一起了 非常感谢阿姨 祝阿姨发大财 把窗帘拉上你看这个条件多好 衣服洗好了 在老板这里 用洗衣机脱了一下水 老板阿姨还帮我准备了 刚才帮我准备了这个水啊 是要给我洗衣服的 我不知道嘛 错过了 感谢 感谢阿姨 对现在她去洗被子 不要浪费这水 在这里脱了一下水很干啊 这衣服非常好 刚才就在阿姨这里 富翔宾馆 在这边洗得着 感谢阿姨啊 非常好 阿姨这边各方面都比较便宜嘛 感觉还挺实惠的 刚才去问了修理店老板 她说他们这边也没有这种开关了 这种开关都没得换 他们这边没有人骑太子 都是骑那个踏板的 都是女装摩托车 之前在牙城那边也换不了 看吧 有的换就换 没得换到时候 等过年骑回家再换吧 因为这个从买来 应该还没换过好像 还是换过一次 就是都很老了 开关都不灵 各方面换一下 以后比较有保障嘛 别到时候又在路上坏了 就麻烦了 这个开关 现在也不能用啊 这个关不了 这个点火的 里面先被我剪掉了嘛 当然重新换一个好一点 雾越来越大了 基本上在路上行车 也挺危险的 这么大雾 衣服亮 是不会干的 这个地下都湿了 帐篷也全部打上露水了 这个袜子亮了快两天了 还没干 来这个厕所这里 用这个红单机 红单机 来帐篷里面吃橘子了 开着这个小马灯 你看多温馨的画面啊 多舒服啊 停止露营 外面下着小猫猫细雨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吃我们的 跟我们 外面下大雨 跟我们没关系 又洗好澡了 太舒服了 真是舒服 还是不要赶路好 慢慢玩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